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來到慧眼看中國 我是甘露 8月20日 河北張家口 一群民眾在馬路上磕頭爬行 他們一邊爬一邊大喊 求下花園政府給老百姓做主 這些人或許是被欠薪的農民工 或許是不幸買到了爛尾樓的業主 由於中共政治的黑暗 生活在中國的人民受冤卻無法獲得公平 想得到公正對待卻求助無門 這種情況下 只能通過下跪磕頭來獲得政府部門的關注 然而這些祈求公平的百姓卻被中共政府冠上了訪民的稱號 並且將他們視作擾亂社會秩序的根源 那麼他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對待呢?被毆打 被逮捕 被判刑 被消失 而在這種政治高壓控制的社會下 人人不得自由就不斷出現反抗 比如下面這位勇敢的年輕人 我是一名博主 我反對中共封鎖網路 控制言論 不要特權要平等 他們3年前以政治犯的名義通緝我 現在我有家不能回 希望大家知道 看清他們的嘴臉 他們在我身上強加了很多不平等的條約 他們還從我的家裡拿走了4台路由器 還有激光傳聲的音響和發射模塊 光明電源控制模塊 公安還拿走了我的OnePlus 5手機 到現在也沒有還給我 視頻中的這名男子是在北京四通橋事件後 就一位在網上公開發聲反對中共暴政的年輕人 北京四通橋事件是在2022年10月13日發生在北京四通橋上的抗議行動 當日 一位名叫彭麗發的抗議人在橋上掛起了兩條橫幅 並播放擴音設備 橫幅上寫著 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分控要自由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要謊言要尊嚴 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口號 同時 設備中播放的錄音中提到了公開反對中共黨魁習近平的內容 並稱習近平是獨裁國賊 同時焚燒輪胎燃起濃煙以吸引路人的注意 而如今這一幕又再次在中國大陸上演 視頻中年輕人還提到 我用路由器廣播了習近平下臺 我反對他們打壓民眾的不滿意見 我們需要言論自由 網絡自由 他們對我們實施網絡線下迫害 騷擾 這是不平等的條約 我們絕不接受這些條約 三年前 這名青年已經推動拆牆運動 也就是打破中國互聯網防火牆的行動 而被中共當局以政治犯的明義通緝 並對其抄家 之後他被送入了秦皇島九龍山精神病院 這所精神病院是中共的迫害異議人士的重點機構 有很多反抗中共的人都被關進這所精神病院 例如潑墨女孩董瑤瓊 潑墨事件發生在2018年的7月份 這位名叫董瑤瓊的女子用推特在上海海航大廈前 直播其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不滿 並批評中共實行思想控制的壓迫 朝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頭像潑墨 而當天下午3點30分左右 董瑤瓊發布了最後一條貼文說 現在我的門外有一群穿制服的人 待會換好衣服就出去 我沒有罪 有罪的是傷害我的人和組織 之後她的推特內容被刪除 帳號被註銷 本人也失去聯繫 2018年7月22日 法廣發文說 董瑤瓊已經被珠州市第三醫院醫生 鑑定為有精神疾病 2018年7月16日被送回湖南老家優陷後 在7月22日當天被送往珠州市第三醫院 辦理住院手續 直到2020年1月出院回家 接著 董瑤瓊曾兩度被關進精神病院 2021年2月董瑤瓊三度被關入精神病院 到現在沒有任何消息 而她的父親在2022年9月份 應許前期激烈衝突遭到判刑入獄 之後在獄中被毆打致死 現在 視頻中的年輕人正在遭遇 跟董瑤瓊一樣的經歷 被精神病院放出後 她有家不能回 從視頻的背景就可以發現 錄視頻的時候 她正躲在農地裡 然而 這段視頻並不是她本人發布的 是由一名旅居德國的自由撰稿人 蘇宇彤女士在8月14日發布的 對局委託她發布視頻的年輕人 蘇宇彤說 她過去曾以政治罪名構陷 並被關注精神病院 而這個視頻 是我收到這位男生的委託發布的 在這段視頻下方評論區中 不少網友對於這位勇敢的青年表示支持 有的網友說 加油 覺醒的中國年輕人 感謝每一個勇敢的人 希望他平安無事 還有人說 就算中共黨魁習近平下臺 之後還會有另一個習近平的 因為中共政權是一個獨裁專制 且沒有監督和制約的政權 只有中共倒下 中國才會變好 蘇宇彤也認為 司通橋事件發起人彭麗發先生撥下的火種 不斷在其他地方燃燒 不久前 湖南方毅蓉也在湖南的橋上 懸掛了司通橋標語 我們都知道 在中國大陸直接衝塌的結果 是這些勇敢的年輕人被抓進監獄 相信他們自己也知道要付出巨大的自由代價 可是他們堅持前行 視頻發布到現在 這位青年已經失聯了一段時間 根據被委託人蘇宇彤說 他與這位青年曾再次約定 一旦他失聯一定的時間 便發布他的個人信息 呼籲網民關注和聲援他 而這個有關個人信息的帖子已經被發了出來 從發布的內容看 這位青年名叫嚴忠健 來自河北省秦皇島昌黎縣某鎮 他很早就翻牆上網並關注社會公共事務 也曾聲援過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並且認同臺灣的民主價值和理念 一直在討伐中共邪惡政權 除了北京 湖南在山東濟南也出現了反共事件 當事人名叫柴松 也是一名中國青年 2023年2月21日 他成功地在濟南市萬達廣場建築物的北牆上 投射了打倒共產黨 打倒習近平的紅底白字的電子條幅 柴松市河北人常年在北京山東做生意 他主要從事地產租賃 他通過租下大片的住宅樓 再分租給客戶 從中賺取差價 但三年疫情分控 他的生意無法營業 賠了很多錢 他說 之前穩定的租戶回不來 大家都回家過年 分控了他回不來 這時候 客戶也不能再交房租 因為沒有收入 但是我們還是要付款給住宅樓所有者 這樣的客戶很多 所以一下子公司就撐不住了 這種網格化的管理 如分控 分路 汗門的方式 對於當局來講 最簡單的控制方法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方式去控制 他們只能用暴力去威脅 恐嚇的方式 去限制我們的自由 限制我們的權利 在去北京的路上 柴松親眼目睹北京拒絕所有 從外地來北京大醫院看病的人 即使你快死了 也給攔在高速路口上 不讓下車 柴松說 那個時候 醫療資源完全是癱瘓的狀態 還有新疆的大火 這些慘無人道的事 尤其是疫情無序放開 大家買不到藥 死那麼多人 因為政府沒有做任何準備 這就是在踐踏生命 而這三年 疫情死了很多人 也是人們憤怒的一個個積累過程 這些怒氣最終在新疆大火爆發了 因為就是分控漢門才致民眾無法逃生的原因 這也是柴松選擇抗議的原因 中共政府的做法讓他長期看不到希望 在陷入更大的絕望後 柴松選擇用腳投票 離開中國 在離開中國前 他租好了房子 安排好了設備 在踏進美國領土後 開啟遠程設備 投放了電子橫幅 柴松在接受海外媒體時說 彭麗發事件最主要體現的是一種精神 就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 他也知道自己面臨的後果 他想要舍己而為他人 為中國的改革 甚至有可能獻出自己的生命 這種精神在影響著我 而不是條幅上的那些字 最震撼我的 是他那種不畏強權 不怕死的精神 那位湖南省樓底市新化縣的天橋上 拉橫幅的年輕人方奕蓉 也在他的視頻中提到 暴政必然可怕 但權威壓不垮人心 中共再怎麼迫害我們 也阻止不了民主的思想一次又一次 在中國人心中深耕發芽 長江之水不會倒流 我希望中國人能早日擺脫專制 過上更好的生活 而這些青年人的反抗精神 正在中國社會中不斷地持續 前一段時間 南京中學生因反對學校假期補課 提倡反內卷要自由 成立了南京中學生反卷聯盟 從網傳的圖片顯示 他們製作了一份題為 南京市反卷聯盟 與南京市第42中學聯合公報 其中確立了10多所重點學校 在縣級行政區中進行重點舉報 他們準備進行持續性的工作 比如找完市政府找省政府 省政府的電話如果打不通 就繼續找市政府 持續從各個方面施壓 這些學生說 我們已經通過自身的努力 獲得了40天的假期 我們的目標不應該止步於此 我們應當爭取刷新記錄 我們學生要解放 我們學生要自由 我們學生要開明的思想教育 自由引導人民 起初這個聯盟的宗旨 就是反對學習上的內卷 這些學生們專門盯著 學校各種強制性的假期補課 繁重的作業等方面收集證據 並模仿家長的口吻 向教育主管部門舉報 隨著傳播的範圍越來越廣 參與其中的學生也越來越多 短短一個月時間 聯盟成員迅速成長 到了7月底 幾個群組的成員加起來 已經1000多人了 而所謂的南京第42中學 並不是真實的中學名稱 南京如今並沒有42中學 反卷聯盟之所以使用42中學的名義 是因為帶頭組織的學生主要是來自 南京市第29中學和13中學 29加13等於42 反卷聯盟的徽章也是將這兩所學校的 校徽一分為二 拼接在一起而成的 在反卷聯盟的努力下 7月份南京所有公立學校基本都沒有補課 但到了7月底原計畫於8月10日開學的 陽子中學等眾多中等學校 曾傳出要在8月4日提前一週開學補課的消息 於是反卷聯盟再次集結 想要複製7月份的行動 於是在阻止陽子中學等中等中學提前開學上 取得了同樣的成功 根據大陸博主的消息 在這之後 警方準確的定位並找到了學生們 把反卷聯盟的群給解散了 而組織反卷聯盟的是一名重點中學的17歲男孩 也因此被警方盯上了 這個男孩可不得了 領導力十分驚人 短短一個月 相繼組建了3個群 南京各大重點初中 重點高中的學生都蜂擁進群 群成員的數量不斷暴增 中國警察宣稱 這加劇了學生對於學校學習的對抗情緒 容易滋生敏感事端 比如罷課 絕食等問題 但事實上 這種說法就是在對即將覺醒的 下一批年輕人的精神壓制 而中國的青年人一批又一批的覺醒 是因為在中國極權社會下 面臨太多的限制和壓力 從小不斷學習控制思想的書本 面對過大的升學壓力 只能不斷內卷 到了大學畢業 發現之前不斷內卷的努力根本沒有用 再高的學歷也無法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 例如清華畢業生去送外賣 清華畢業生被迫回鄉養豬 這種事件比比皆是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低迷 企業減少招聘 就業市場惡化 青年失業率還在不斷攀升 從8月16日中共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看 7月份的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 16至24歲勞動力失業率 已經攀升到17.1% 跟上個月的13.2%相比 上升了3.9個百分點 創下了今年1月份恢復公開 青年失業率以來的最高水平 而這個數據 還是今年1月份統計局調整口徑 將在校生排除在失業率數據外 並將25歲到59歲年齡組分為兩組後 重新開始公布青年失業率而得出的數據 從官方的統計數據中還能看到 不包含在校生的25歲到29歲勞動力失業率 為6.5% 比6月上升了0.1個百分點 不包含在校生的30歲到59歲勞動失業率為3.9% 跟6月相比下降了0.1個百分點 再加上中共官方數據經常隱瞞不利的情況 所以實際數據會更糟糕 可以說中國目前的失業率至少在三成以上 而就業困難的問題 讓數以萬計的大學畢業生面臨生存問題 有些人被迫從事低薪工作 甚至成為依靠父母養老金糊口的爛尾娃 爛尾娃這一詞最近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十分火爆 跟2021年以來困擾中國經濟的數千萬套未完工的爛尾娃 有異曲同工之妙 根據網友們的解釋 爛尾娃就是指一對父母辛苦供養的20多年的孩子 畢業及失業 就像爛尾娃一樣一事無辰 據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周雲所說 對於許多中國大學畢業生來說 想用大學學位帶來更好的工作前景 更高的社會流動性 更陽光的生活前景 都已經變得遙不可及 因為爛尾娃們畢業後 發現以他們的資歷 無法在中國黯淡的經濟環境中找到工作 部分無業年輕人選擇返校謀生 靠父母退休金和積蓄過日子 成為全職子女 而作為中國的精英群體 擁有研究生學位的人也不能倖免 27歲的曹澤法去年在北京知名的大學外交學院 獲得了碩士學位 然而 他無法找到理想的高薪工作 只好回河北老家 這個期間 他從心裡開始質疑 自己讀這麼多年的書 是否值得 他說 如果我在本科畢業後工作三四年 薪水竟然和我現在碩士學位的薪水差不多 所以還不如本科畢業就去工作 目前 他正在考慮攻讀博士學位 盼望著今年後就業情況會有所改善 阿馬達成也剛從湖北中醫藥大學畢業 目前在一家國企做銷售 但他只幹了一個月就辭去了工作 他辭職的原因是因為感受到了不良的職場文化 還有老闆對他的期望過高 以及薪水過低 在試用期的最初15天裡 他每天工作長達12小時 然而 日薪卻只有60元人民幣 他說 工作的這一個星期以來 我每天都在哭 我曾想當品質檢驗員或研究員 因為這些工作跟我所學的中醫專業很對口 但目前看來 我做不下去了 此之後 阿馬達成投出了130多分求職信 但他收到的回應大多是銷售或電子商務的職位 現在 他正在考慮改行 可能以後會做模特工作 前面這兩位算是畢業生群體中近距較好的年輕人 而真正處於中國底層的年輕人 早已因為生活沒有希望而被餓死在出租屋內 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的一篇文章中 提到了一名出生在貧困縣 但畢業於北京某211名校的女子 孤生來到西安求職 雖然多次取得寧夏事業單位比試第一的成績 但並沒有被錄取 最終疑似被餓死在出租屋內 結束了33歲的生命 死後約20多天才被發現 而這個事件被官方證明確實發生過 只不過發生的地點不對 真實地點在咸陽 如此努力的年輕人卻無法對抗經濟下行 國家沒落的桎梏 這何嘗不是中國青年高失業率下的一個悲劇的縮影 就像網友們所說 這一批年輕人其實就是盛世樓椅 是中共黑暗體制的犧牲品 階層的禁錮和體制的環境 在不斷的隱性的殘殺中國的年輕人 他們不反抗 就沒有未來 好 以上就是這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轉發 也一定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期再見 下期再見 下期再見